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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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正是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进程中 诞生出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那么这场著名的遵义会议 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 在新时代 我们又应该如何传承与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温敬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精神第三季第二季 遵义会议精神 大家好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 1960年5月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玛丽访问中国 他对毛泽东说 您指挥的辽省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三大战役没有什么 四度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啊 为什么毛泽东会把四度赤水 作为自己的得意之笔呢 因为四度赤水 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也是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 取得红军指挥权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在这场以少甚多的著名战役中 三万中央红军六次穿越三条河流 巧妙穿插于四十万乡军 川军 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之间 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 遵义会议的正确性 遵义会议召开前 红军长征已经走了三个月 行动迟缓 处处被动 湘江战役 更是让大家对左倾军事指挥的怀疑和不满 到达了极点 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 总结经验教训 明确下一步行动 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 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但是 在哪开 什么时候开 谁也说不准 这得由瞬息万变的作战形势来决定 1935年1月6日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成 找到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政委 王吉成 把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了他 刘伯成说 现在我们既要求打胜仗 又要求伤亡少 还要节省子弹 所以 要多用脑 六团的战士 先是冒雨 齐袭了遵义城外的据点 然后让侦察派化装成敌人 准备智取遵义城 城楼的守军果然上了当 自己打开了城门 就这样 遵义 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 第一个大城市 地方有了 开会时间能报征吗 这就要看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了 毛泽东把他们比作 走夜路的灯笼 一进遵义 破一科科长曹湘仁 就开始通宵打蛋的工作 情报显示 削月的中央军留住贵阳 合剑的乡军忙着和红二红六军团作战 上官云相的部队还在厄语交界 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 蒋介石想要围攻遵义 从调配部队到组织进攻 怎么也得十多天吧 掌握了这些情况 党中央下定决心在遵义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月十五日晚上七点多 遵义会议在百徽章的公馆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一共二十个人 除了十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 还有几位红军将领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列席了会议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 遵义会议做出了 曾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取消三任 遵义会议前后 中央还召开了通道会议 离平会议 喉场会议 鸡鸣三省会议 扎西会议 狗坝会议 会礼会议等 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遵义会议精神 是在这一系列会议中逐渐形成的 当然遵义会议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 集中彰显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强大精神力量 所以称为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转折点 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遵义会议为界 长征可以分为两段 前半段损失惨重 教训深刻 后半段转危为安 转败为胜 巧合的是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 这条28年的时间轴线上 遵义会议恰好是中间点 1921年到1935年的前14年 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 1935年到1949年的后14年 我们党走向成熟 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百家奖谈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遵义会议召开前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经过湘江战役后 中央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余人 瑞减到3万左右 中国革命在左倾错误思想的阴影下 正划向更加黑暗的深渊 就在此时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 化险为夷 同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 阔步迈向光明的未来 遵义会议精神 也由此成为了 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中的红色基因 成为中国共产党 在一系列兼具复杂的革命斗争中 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源泉 那么遵义会议精神 到底有着哪些深刻的思想内涵呢 理解遵义会议精神 不能脱离长征的大背景 也不能把遵义会议精神 等同于长征精神 两种精神血脉相容 彼此成就 但特点鲜明 各有侧重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 来理解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第一点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1934年10月 由于亡民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 红军没能打破第五次反围角 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战经验 和苏联军事学校的教条理念 硬搬到了中国 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 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 根据地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100万 毛泽东一直在找机会做各种工作 想让大家对左倾路线错误有所认识 长征开始时 被瘧疾折磨了几个月的毛泽东 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驾祥 在第四次反围角中受了重伤 只能躺在担架上 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文天 偶尔也会在担架上休息 为了争取张文天和王驾祥的支持 毛泽东就在担架上 和他们坦诚地交流 分析革命形势和红军遇到的问题 张文天回忆说 长征出发后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 反五次围剿中 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并且在政治局内 开始了反对李德 伯古的斗争 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分为老臣和新臣 进城之后 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伯古 和李德住在老臣 毛泽东 张文天 王驾祥 住在新臣 就好像两种不同观点的对垒 在遵义会议上 许多红军将领 对李德的瞎指挥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前四次反围剿能以少甚多 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 归根到底是军事指挥的问题 是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传统 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他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 不考虑战事要走路 也要吃饭 也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 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 限定时间打 当然打不好 遵义会议撤销了 伯古李德的指挥权 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 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之后 陈云代表我们党 正是依靠实事求是 我们党才能够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 战略和策略 历史证明 坚持实事求是 就能新党新国 违背实事求是 就会误党误国 第二点是独立自主 1963年9月 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 深有感触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认识中国 花了几十年时间 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 这怎么行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许多事情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 毛泽东打比方说 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 把着手学写字 纲领由先生起草 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太多斗争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 神圣化的现象 长期在中央居于统治地位 长征开始后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中国革命要靠中国通知 了解中国情况 恰好这个时候 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 被打烂了 客观上就摆脱了 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 1934年12月12日晚上七点半 中阁军委发出了一份标注 万万火急四个字的电令 情势紧迫可见一斑 当时博古和李德 坚持要北上相袭 但国民党的各路追赌部队 已经到位了 湘西北沿线是攻势密布 几百座碉堡 数到封锁线严阵一带 难道要让几万红军 往包围圈里闯 危急关头 我们党在湖南省通道县 召开了紧急会议 毛泽东据礼力争 提出了西境贵州的意见 因为贵州军队大多是双枪兵 一杆鸦片烟枪 一支步枪或手枪 体制很虚弱 装备也落后 毛泽东的意见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争论失败的李德 恼羞成怒 中途退出了会议 中阁军委当机立断 下达万万火急电力 完成了通道转定 这是中央第一次否定 李德的主张 红军进入贵州省礼品县之后 博古和李德 还没有放弃北上的计划 向何处去的争论 变得更加激烈 为了明确战略方向 中央召开了长征以来的 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坚持继续西境 在以尊义为中心的川前边地区 创建新根据顶 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并根据他的发言 形成了正式的决议 但李德对这个结果极为不板 冲着周恩来大发雷霆 礼品会议做出了 战略决策上的转变 为遵义会议 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 做了准备 所以被称为 遵义会议的前奏 礼品县还有一个别称 叫曙光之城 就是因为礼品会议 给党和红军 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红军将士们 就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一样 比如总政治部要求 各级政工人员 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要使每个战士 都了解当前的任务 这就和长征刚开始的 所谓严格保密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遵义会议 和前后一系列会议 从酝酿到召开的过程 正是我们党尝试着 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 自主地解决 自身问题的过程 所以会议能够召开 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发扬独立自主精神的 一次成功实践 这次会议 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 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标志着我们党 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百家讲坛栏目 提示您精彩继续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奋斗之路 可谓是历尽沧桑 披荆斩棘 在那些苦难而辉煌的岁月中 遵义会议的召开 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 永载史册的伟大事件 是中国共产党 在生死攸关之时 果断做出的重大抉择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精神品格 如灯塔一般 指引着红军长征前行的方向 先輩们表现出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直等闲的坚强意志 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那么遵义会议对红军将士们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遵义会议前后还有哪些故事 彰显了红军将士们钢铁般的意志 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呢 第三点是坚定信念 这一点不光表现为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领导同志 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韧 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 也表现为全党和红军指战员 坚信革命必胜 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英雄气概 遵义会议上有一位特殊的参会者 就是李德的翻译吴修全 李德作风粗暴 动不动就骂人训人 吴修全一直任劳任怨地完成工作 开会的时候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然后快速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大家对李德激烈地批评 李德不服气 却有苍白无力的辩解 都有吴修全一刻不停地来回传递着 两边不能直接沟通的怨气和怒气 也都一股脑儿抛给了吴修全 不过吴修全并不在意这些 因为罪议会议的决定 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他在会议期间写了一首诗 《七律历史转折》 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这首诗对红军 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 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做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 长征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女红军 她们不仅要经历路上的各种艰辛 还要经受女性生理极限的痛苦 有的人终身丧失了生育能力 有的人靠一双小脚走完了长征 有的人刚生下孩子 就不得不骨肉分离 还有的人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就牺牲了 女红军承担了许多后勤保障工作 比如打扫战场 救护伤员 运粮食 编草鞋等等 由于国民党的污蔑和恐吓 很多老百姓对红军抱有敌意 女红军就发挥特有的亲和力 去做群众工作 宣传党的政策 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理想 主力红军进入遵义之前 女红军就联系了遵义的进步群体和进步组织 在城里张贴文告 消除人们对红军的误解 长征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 就是独腿走完长征路的 红十二团政委中赤兵 遵义以后 红军再次攻打楼山关 为了占领镇定 中赤兵在右腿受了重伤之后 仍然拒绝后撤 一直坚持到整个战斗结束 但连续带伤作战的中赤兵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只能马上截肢 没有麻药 没有工具 医生找老百姓 借了一把砍柴刀 一把木匠锯来做手术 由于伤口反复感染 中赤兵在半个月内 接受了三次截肢手术 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同行战友回忆说 他过雪山的时候都没让人抬 一点点地往上爬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 中赤兵以重伤之躯 奇迹般地走完了长征 在共产党员的心中 艰难可以摧残肉体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 但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动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正是因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党和红军才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冲破左秦教条主义的束缚 一次次的化险为夷 绝境重生 可谓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 历经苦难而脆祸成刚 第四点是民主团结 参加了尊义会议 有着丰富的党内政治生活经历的邓小平曾经说 从毛流周珠开始 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 成熟的领导集体 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 也是很不成熟的 从成独秀起 一直到尊义会议 没有一件是真正成熟的 尊义会议之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民主团结成熟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始形成 尊义会议有三个报告 第一个是主持会议的博谷做的 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 这是主报告 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因素 比如国民党力量太强大 白区和苏区配合不够 瓦解敌军做得不好 他不承认自己和李德 在军事指挥上有什么错误 第二个是周恩来做的 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周恩来认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战略战术的错误 他主动承担了责任 也批评了博谷和李德的错误 第三个是张文天做的 他拿了一份详细的发言提纲 一开口就说 博谷同志的报告 基本上不正确的 他的发言被称为反报告 实际上这个提纲 是经过毛泽东 王稼祥和张文天 三个人讨论的 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 一主 一负 一反 三个报告一出 会场呈现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毛泽东站起来发言 他边摆事实边讲道理 系统地批判了博谷和李德的 左倾军事错误 大家纷纷发言批评博谷和李德 开会的三个晚上 大家各输己见 畅所欲言 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形成了会议决定 1935年2月5日 红军来到一个基民三省的村子 周恩来找博谷进行了一次 推薪致富的谈话 史称周博常谈 周恩来说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 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 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 不适合做领袖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 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局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谁做总书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 只有在战争中 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 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这次谈话 让博谷对自己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也解开了他的思想格 很快 博谷就把中央的印章 和重要文件交了出来 最后大家决定 由张文天接替博谷 在党内负总责 这样一来 张文天的职务最高 周恩来是对军事 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但他们都没有争览权力 而是将实际指挥权 交给了毛泽东 所以说 遵义会议 是发扬民主团结精神的 一个典范 他先解决 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把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等 深层次问题 留待时机成熟再解决 这就尽可能地 团结了大多数同志 同时 他又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统一了党和红军 高级领导人的思想 这种精神 也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百家奖谈栏目 提示您精彩继续 尊义会议精神 不仅鼓舞了革命先辈 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 更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 在未来的岁月中 砥砺前行 不懈奋斗 尊义会议精神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勇前行的精神谱系中的 关键一环 历经八十余载岁月洗礼 尊义会议精神 跨越时空 历久迷新 日益凸显了与时俱进的 时代价值 那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应该如何传承与弘扬 伟大的尊义会议精神 怎样激励青年一代 接续奋斗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精神第三季第二季 尊义会议精神 八十多年过去了 尊义会议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内深动力 在新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和弘扬 尊义会议会议精神呢 第一 更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尊义有许多与红军相关的地名 比如红军山 红军街 银红桥 还有许多历史记忆 比如楼山关战斗遗址 狗坝会议会址 他们是尊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载体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尊义人的精神世界 2010年 一个刚满19岁的尊义青年 在红九军团司令部旧纸旁 正式穿上了军装 九年之后 他出现在中宣部时代楷模发布厅 身体两侧是空荡的袖口 双眼蒙着白布 他叫杜富国 一名九零后扫雷排爆战士 先后进出雷场一千多次 累计排出爆炸物两千四百多枚 在面对加重手榴弹的危急时刻 杜富国毫不犹豫地对战友说 你退后 让我来 手榴弹爆炸瞬间 他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战友 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双眼 在重镇监护室里醒来的杜富国 首先问的是战友的暗卫 医生担心他无法接受 失去双手双眼的残酷事实 但是杜富国表现得异常坚强 他在听完自己的情况后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平静地说 手掌 我知道了 您放心 请大家给我点时间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第二天他就开始锻炼身体 还主动和大家聊天 主治医生说 他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 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成为军人时 杜富国回答说 成为军人 要从我的家乡说起 杜富国家门口的小路 是当年红酒军团 保卫追忆会议时走过的路 他就读的造脚小学 当年是收养革命烈士子女 和遗孤的保育院 每年他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 和同学一起去红军墓前祭扫 令杜富国至今记忆犹新的 中宣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写道 杜富国同志是红色老区培养出的优秀儿女 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新时代英雄战士 那句你退后让我来 正是在尊义会议精神中浸润出来的英雄气概 正是由红色基因凝聚而成的时代封闭 第二 读懂精神密码 坚定四个字形 2021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的回信中写道 读懂今天的中国 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我们也可以说读懂中国共产党 就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精神密码 读懂尊义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尊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 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 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 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我们要运用好尊义会议历史经验 让尊义会议精神涌放光芒 读懂尊义会议精神 我们才知道中国共产党 是怎么走过来的 认识到党从幼年到成熟的成长 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毛泽东说 不要先生自己读书 自己写字 自己想问题 这也是一条真理 一个政党要走向成熟 一个人也要走向成熟 尊义会议精神 能够给新时代中国青年 什么样的成长密码呢 那就是遇到困难不后退 遇到失败不弃累 不被教条束缚 也不在经验中迷失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坚定地走下去 2020年的大学生 都有一段特殊的成长经历 当高考遇到疫情 当人生大考遇上疫情大考 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呢 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作业 写出我的抗疫故事 有一份作业 用第三人称以日记体的方式 记录下了自己和家人的故事 2020年1月 小李的父亲是一名建筑行业的工作者 在小李的眼中 父亲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2008年汶川大地震 2013年雅安庐山大地震中 小李的父亲 都在安顿好家人后的第一时间 逆着人流来到了重灾区 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这一次 父子俩都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父亲只身前往了武汉 儿子进入了社区参加志愿者工作 就这样穿上了防护服 儿子的成长变化了观测背影的视角 不变的是那一笔他矮的身躯 在他心里的高度 这一次 小李选择和父亲一起勇敢 他在末尾无比感慨地写道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 一旦大事来临 每个人都会坚定地勇敢 每个人都能挑起大量 这份作业只是当代青年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 一个个看似平凡的青年人 在不平凡的时刻 读懂了精神密码 在不平凡的成长中 让自己与祖国同呼吸共鸣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 90后 00后成了一线主力军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年轻一代正在奋力拼搏 他们相信这个国家 相信这个民族 相信党的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35年 毛泽东在楼山关大劫后 写下了著名的 疫情额楼山关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 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助里 是这样写的 万里长征千回百辙 顺利少于困难 不知有多少倍 心情是沉郁的 即使千回百辙 心情沉郁 他仍然写下了 我们必须准备付出 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 必须从遵义会议精神中 获取更多的前进力量 遵义会议精神的光芒 不仅照出了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也照亮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谢谢大家